来 大家好 我叫Brandon 很多网友问我们最近这个RX跟NX的分别是什么 它的外观和它的理观 我们大致上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NX200T 大概是2016-2017年的 它的daylight跟它的大车灯是分开的 RX 这个RX的分别就是它的大灯 它的daylight跟它的这个外观大灯是黏在一起的 车身的分别是在于一个是长 高 它的长度大概是16吨 刚才我们介绍了前面的分别 它的大灯跟LED灯的分别 现在我们介绍一个RX200 它的后尾灯的分别 跟它的车的body shape RX200会稍微比较尖 比较有firm感 它的比较示范看到 NX200的分别就是它在于它的车身会比较远一点 它车灯没有用LED strip 受用回普通的灯 然后就是NX200 它的内观呢 其实跟RX200大致上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高度 其实NX200的高度它稍微比较低一点 然后还有它的里面的配置跟NX的分别就是在于它的 Screen 它的monitor会比较稍微小一点 其他的东西大致上的都是Optional item 天窗 OK 然后还有它的360 camera 它的配置主要刚才的天窗 360 camera 这里所有8个button都是Optional item 所以你买的时候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更多详情 你可以看一看这边它有的东西是什么 OK VSN这些所有的都是Optional item的 这两就是RX200 RX200它的内饰会比NX200大 其实稍微不多 大概是大一个两寸它里面的这个 破度 跟它的高度 也是其实是两寸的这个 2inch的这个分别啦 然后还有它的screen会比较大 还有这些也是Optional的 Panoramic roof 然后它要不要4Wheel 要不要360 cam 还有 这个head up display最重要 其实 在这些地方 你只要你有这几样东西就会比较高配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Mark Livingstone 越多东西就越贵 价钱就 比较有分别啦 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更多的 你可以call我们 MCV tank OK 所以我现在解释NX200跟RX200的这个shoring有什么分别 也就是在于这个是用18寸原装export的design 那个就是export的design 用于20寸foriX200的 所以它还有一个叫luxury 是不同的design的 所以它在于 其他的详情你可以 指讯我们 或者留意我们Facebook也是可以 点赞关注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